客人拿去當店當也只是為了所應急 如果他們想賣斷 其實只拿去買,價次价好很多 因為中間將房 我拜託一位當當店的朋友 替我留意 executives在裡面 有沒有落盧庸的好點 通知聲,他就告訴我 有一顆四大兩世的金元寶 我就說我要,請你留給我 他就在他朋友買回來 他一元也沒有 就是直接照元價賣給我 你說是否息人好多息子呢? 這六顆元寶的情況是全新一樣的 反轉底,就看到他是什麼補號生產的 這個CTF就是 Child Type Folk 999息金 這兩個呢 不行啊,太小了 自印看不到是什麼 應該是這兩間不同的 這兩間一樣 而我的兩顆小的呢 都是周大福 我不知道這兩個金錢 是不是他一個標準的標誌呢? 他的側面呢,就算不一樣 金鋪出呢 但是一樣樣的 都好像有一條龍 這樣繞在這個元寶上面 下路融金的價錢 而是行家價呢 是無敵的 全香港都沒有人可以買到這麼便宜的 那所以呢 這個呢,買了真的等於賺了的啦 希望你喜歡這個金元寶的分享 請你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多謝